最近总看到有人说 您自己想想游戏吧 想看杂坛 怎么不推荐游戏了呀 朋友们 真的不是我不想做 你想想看 最近已经有多久没有出现一个 大家都在玩 都在讨论的游戏了 感觉都是各玩各的呀 是真的没有游戏 喂 那边呢 那时你不会找 跟我走 我这儿的好东西 肯定有你喜欢你 2021 至今最好玩的13款游戏 第13名 骑士精神2 骑士精神2是我这次选出来的 唯一一个线上多人对战游戏 其实还有一个叫 求胜大本营的躲避球游戏 两周全球就突破500万玩家 但这个游戏港区的PS商店 和Switch eShop都没有登录 明明支持中文语言 不知道EA的脑袋出了什么问题 我选择多人游戏就一个标准 那就是菜鸡也要玩得很开心才行 因为我大部分时候就是个菜鸡 骑士精神2就满足这一点 这个游戏是一个中世纪的冷兵器战场厮杀游戏 最多支持32V32 64人在线的大混战 游戏的战斗还是很有深度的 有突刺 横劈 纵斩 等攻击方式 劈砍的时候 飞快旋转视角还可以扩大斩机的范围 还有什么防御 格挡 破防这些 足够你和对面的对手勾心斗角 对于想提高EV1技巧的朋友 也有不少可以研究 但我玩这个 难道是来修行EV1的吗 一边按着战吼 一边冲向战场 混乱之中砍几颗头 然后心满意足的被砍死 再大叫着冲回战场 特别快乐 虽然经常能够感觉到 我和强大的对手之间明显的差距 但是呢这个差距 我觉得没有大到完全没有机会 这一点上 我觉得《骑士精神2》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第十二名 小小梦魇2 小小梦魇2是一个有点类似 Inside的横版恐怖游戏 玩家扮演的是一个 老鼠大小的无助小人 在一个非常扭曲阴森的世界里 靠躲猫猫 解谜 和非常偶尔的战斗 想办法生存下来 我觉得这个游戏做的最好的部分 就是它的美术和氛围营造 整个世界特别的诡异吓人 毫不吝啬的拿了一些特别可怕的异象 再把他们妖魔化 比如这里的学校 有一群疯狂又调皮的空心学生人偶 和一个脖子可以无限伸长的老师 我现在回想起来 还会后背发量喊猫书气 小小梦魇2里的大部分时候 我们只能躲藏逃跑 祈祷不会被抓到 把弱小无助的感觉 深深地印刻在玩家的心里 真是太吓人了 第11名 莉莉在目 这个游戏我上个视频刚刚玩过 确实不错 故事从一个人往生以后 变成一颗大眼仔开始 你需要向独耳狼讲述你的生平 为的是进入高塔获得承认 然后 Rest in peace 游戏最有创意的就是只用 眨眼这一个简单的动作来交互 有朋友问是不是需要眼动仪啊 这个其实是不需要的 游戏只需要捕捉眨眼这一个动作 所以只用普通的摄像头就可以玩了 人类的眨眼频率是每分钟15到20次 游戏以此在前段和后段设计了不同的 弹出可眨眼的眼睛标记的节奏 前期眨眼标记出现的比较快 玩家不经意间就会错过一些情节 太难了 要不眨眼太难了 后期标记出现的非常慢 玩家必须睁大了眼睛 即使已经很像眨眼了 用手撑着也得死定着屏幕 而迎接你的 恐怕都是你不愿意看到的画面 但你被迫得看得清清楚楚 睁眼是看见 也是承认是铭记 闭眼是不见 也是逃避 是遗忘 莉莉在目就用这样简单又残酷的方式 巧妙的为眨眼 这样一个如呼吸般 无处不在 又容易被忽视的动作 赋予了意义 才会在最后让玩过的人为之动容 难以忘怀 第十名 循环英雄 一看这画面 手里的牌 名字里的循环 简陋的战斗画面 又一个rogelite 角色扮演 组牌 打牌 的爬塔游戏 是不是 不是 玩起来更像一个模拟轻盈游戏 因为勇者的战斗是自动的 你手里的牌不决定勇者的动作 而是放在地图上的不同地形 你可以帮勇者选择装备 升级的技能 但战斗的结果完完全全 只看双方的面板数据和一点点的随机性 勇者的数据怎么来呢 靠你在他的路径上给他设置 9981弹升级来的 我们要在路径上给勇者设计足够多的阻碍 让他成长 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卡牌和更好的装备 但又不能太凶险 直接把勇者杀掉 游戏的一个重要目标 就是找准这个平衡 最大化收益 属于那种 坐下来来一盘 一不留神 就打牌打牌 打到大半夜 完全停不下来的上映游戏 第9名 怪物猎人崛起 怪猎崛起刚出的时候 我真是久违的沉迷了好久 作为一个老菜鸡 终于找到了那种掌握了游戏乐趣的感觉 那么多高强度动作 配合响宠 只需要几个按键就能按出来 绝对是我游玩感受最舒服的一代怪物猎人 唯一的遗憾和教训 大概就是 买断制游戏 别太相信他后续更新的那些承诺 第8名 欺诈之地 一看这画面 手里的牌 名字里没有循环 精致的战斗画面 这是一个rogelite的角色扮演 组牌打牌抓牌看牌的爬塔游戏 是不是 是 但它不只是打牌 跟其他组牌游戏比 欺诈之地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是剧情和打牌的割裂感 二是 人被杀就会死 先说第一个 这个游戏很神奇的把剧情 对白 包括爬塔选择分支的环节 都有机的结合了起来 每一个部分分量都很重 要做到这点 就意味着游戏要涉及非常多的系统 欺诈之地里除了经典的战斗系统 还新增了全靠嘴炮的协商系统 甚至还有个小的好感度系统 玩家有机会得到NPC的支援或者阻挠 而把这么多内容结合起来的 就是生动的对白 第二个就是欺诈之地最创新的 第二套打牌系统 协商 虽然核心也是组牌 但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 论点 你要用多个小论点 武装你的核心论点 并击破敌人的核心论点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协商这个设计的 因为这意味着每次游戏 玩家都至少组出两套逻辑不同的牌组 肉搏和蛇战 降低了单调感 而且肉搏战可能会死 但蛇战群儒 不仅不容易败好感度 更不会因为说不过对方就触发死亡 相当于有两条命 Rogelite卡牌也罕见地仁慈了一回 目前欺诈之地除了英文 唯一支持的外语就是中文 还是减凡都有 有点nice啊 你说这还有不玩的理由吗 第七名 生化危机 村庄 相比系列前作 村庄真的超级不吓人 那都是演的 我的女性朋友到我家来玩过这个游戏 完全不害怕 我后来反思了一下 可能是我自己 幽闭恐惧症比较厉害 而且对僵尸这个概念 比较敏感 发现 对他们说自己不是僵尸 是狼人 你说我这个恐怖的恐惧的情绪 就吓他很多了 不过说实话 玩到后面 Ethan洗手液战神的感觉逐渐明显 村庄就更像一个有解谜的生存射击游戏 一个美式英雄的动作大片 恐怖的感觉就少很多了 真的 至少远不如漆里的风批们吓人 村庄有更多样的敌人种类 丰富的角色成长元素 更开阔的战斗场景 这样一个更重视战斗元素的生化危机 也是很有趣的 第六名 瑞奇与叮当时空跳转 如果你像我一样 也喜欢轻轻松松的动画电影 喜欢Insomniac的蜘蛛侠 那你应该也会喜欢瑞奇与叮当时空跳转 何况作为最能展示PS5机能的新游戏 高速SSD带来的CG和战斗的无缝衔接 360度旋转视角画面也如丝般顺滑 加上手柄次适应扳机和各种枪械的深度结合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给你带来爽快感 当然 瑞奇与叮当被批评战斗没有深度 在玩家群体里面不受重视 但我觉得它要比其他游戏更适合大众 更合家欢 因为玩它基本不需要动脑 特别适合在感觉到疲惫的时候 拿出来爽玩一下 第五名 马里奥三地世界加酷巴之路 作为马里奥35周年最重磅的庆祝 任天堂继续把WiiU上手装机量拖累的旧游戏 搬上Switch原价销售 但这次可能是因为周年庆 良心发现 还加了一整个很小型的3D马里奥游戏 苦巴之怒 我只能说你永远可以相信马里奥 它的关卡设计和创意总是那么牛逼 三地世界是马里奥系列久违的回归线性设计的一代 当回归线性短关卡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当时任天堂EAD东京支部的关卡设计水平 已经入化镜了 竟然能给这么一个古老的游戏类型 注入那么多全新的创意和想法 而一起打包的库巴之怒 可以说是完完全全另一个极端 一整个比奥特赛还要自由的开放世界关卡 所有的小关卡都摆放在一个大的世界里来去自由 我很喜欢这个部分 尤其是库巴没有睡醒起来发怒的时候 整个世界连在一起 去哪里都可以碰到有意思的关卡 有生之年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奥特赛2 在此之前只能用这个节节铲了 第四名 漫野奇谈 这个游戏真的很厉害 它是一个角色自定义 故事随机生成的策略角色扮演游戏 是不是听起来超级可疑 随机故事加角色扮演 这怎么听起来都不像是一个能够配合起来的东西啊 漫野奇谈从玩家选择一个剧本开始 这些剧本决定了故事的核心矛盾 故事的起因 故事的目标和走向 但剧本是剧本 整出戏怎么演还得看角色 而我们的角色就是一群随机生成性格各异的农民 接下来的过程可能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 几个农民拿起手边的叉子和铁锅 把世界的命运扛在肩上 开始出发去冒险 看一段剧情插画 战旗战斗 移动到下一个地点 然后循环 真正让漫野奇谈神奇的地方 是它的纸娃娃系统和角色生涯 整个纸娃娃系统不仅会像一般的RPG那样体现出装备的变化 还会体现出年龄 身体发生的变异 甚至是在某次战斗中失败导致的身体残疾 不论是战斗 支线小故事 主线剧情 还是整个冒险里度过的几十年漫长时间 所有事情的影响都无一例外的会记录在每个角色的生涯记录里 并体现在外貌上 当你的随机出来的角色 从很朴实的农民 经历冒险 穿上了更好的装备 看起来也更加老练 留下了冒险中的伤疤 甚至结婚生子 最后两并斑白完成故事退休 其中的所有都是你谱写的 就这样漫野奇谈就让我爱上了 我几个小时之前才第一次遇到的随机角色 游戏还有不少其他内容 比如传承啊什么的 但说到这里 你已经可以去购买了 对于角色扮演游戏来说 除了有更好看的画面更好的故事 他们一直有一个更根本的 可以追溯到RPG祖宗时代的梦想 那就是让玩家体会到扮演的快乐 用电脑代替说书人 赋予玩家无限的自由 又能讲出有创造力的故事 这么说可能还是太抽象了 反正正宗的RPG的好玩之处 一半来自游戏这个优秀的说书人 另一半来自人类这个物种 与生俱来的漫无边际的脑补能力 各种创作者依靠系统上的创造力 想办法避开技术的限制 营造出尽可能可信的模拟冒险 这种要把月亮承在水盆里的努力 总让我钦佩 蔓延奇谈就是今年我发现的这样一个游戏 让我沉迷了好一段时间 第三名 Chicory The Colorful Tale 这绝对是今年的黑马作品 打开这个游戏仿佛翻开一本可爱治愈的甜色书 中文的民间译名叫神笔狗粮 还挺精髓的 设定确实围绕这只能画腐朽为神奇的画笔而展开 有一天原本无彩斑斓的世界突然失去了色彩 身为神笔画师Chicory的仆人 主角小狗狗捡起了Chicory 落下的画笔 开始寻找世界失去色彩的原因 并肩负起找回色彩的使命 到这里 Chicory已经拥有了一个漂亮的外壳和吸睛的idea 但它更让我意外的 是它竟然是一个二地塞尔达游戏 熟悉的快装地图 一步步席得跳跃 在颜料中游泳等新能力 开动脑筋 解开自然贴切的谜题 想办法去到原本去不了的地方 以及同样重视成长的体验 唯一的大不同是 它没有战斗 这本精致的甜色书里 不存在什么邪恶的敌人 有的全是友善的小动物村民 他们各司其职 也各有烦恼 与他们的互动是Chicory 除了解谜之外最有趣的内容 比如举办屋顶party 送信 给店铺画logo 上美术课什么的 其实我一开始玩的时候 还挺慌张的 因为不太擅长画画 更加没有在游戏里面拿起过画笔 很怕自己画得不好 或者甜色甜得不对 但很快我就发现 游戏并不考验我的画工 不管怎么图怎么画 小动物们都会使劲夸我 说我是了不起的执逼者 而且谜题也只区分有颜色和没颜色 不用纠结具体的颜色 非常轻松 游戏的音乐由魏蓝山脉的作曲家操刀 与画面情绪配合得非常好 游戏重在解谜 即使迷路了也不要紧 找个电话亭 给妈妈打电话问问 如果提示还不彻底 可以让一直等着插嘴的爸爸接电话 获得更详细的指引 真的又可爱又贴心 如果仔细看游戏的名字 Chicory 它的本意是菊剧 一种淡蓝色的花 根据欧洲的民俗 菊剧还具备打开锁上的门的作用 这或许也是开发者 对游戏是二地塞尔达的一种暗示吧 当我们几乎走遍整张地图时 游戏会播放这本甜色书 从黑白到彩色的全过程 我的成果也许还不够漂亮 但上面留下的 是一路披荆斩棘的痕迹 所到之处都有故事 当然Chicory有个很致命的问题 就是游戏太小 没做亚洲发行 中文支持 那只能 挑完等了 第二名 双人成型 这个真的无需多说了 是我今年的年度游戏了 也是迄今为止 最优秀 最好玩的双人游戏 据我观察 现在连小红书都刷屏双人成型很久了 真的值得借一台主机 加两个手柄 和伴侣或者家人朋友一起体验 说起来 我的PS4 Pro 就是以要跟女朋友玩双人成型 被借走 然后至今未还 听说啊 他俩卡关之后 他就私自买了2K的盘 你说说这个啊 不会看我的视频找攻略吗 如果按照TGA年度游戏的参选标准 极乐Disco最终剪辑版就不能够算是个2021年的游戏 它19年的时候已经得了不少奖了 The Final Cut只是一个更新 增加了新的角色 故事和全语音 今年3月的时候我已经做过一整期视频 但The Final Cut依然通过脱关系走后门的方式 来到了我们本期视频榜单的第一位 这个后门就是 我觉得它非常特别 它的出现令人惊异 甚至形式对于整个电子游戏产业都有点宝贵 它不仅乐趣无穷 扣人心弦 让你很难放下 更重要的是 它在之后让人回味无穷 我在游戏结束之后 依然能回忆起里面的角色 桥段和种种细节 并且立刻再次沉浸在当时的思考和回味中 极乐Disco可能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游戏 但能沉浸在这个世界里的人 一定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在3月份的视频里 我说 极乐Disco对于我来说 也像是一面镜子 它帮我照出了一部分真实的自我 在一个有些抽象的极端情境下 在无法定义好坏 正义与非正义的世界 我会是怎样一个人 主创团队其实也希望 极乐Disco的世界 能够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子 极乐Disco的Final Cut 是这个游戏最完全的形态 近乎完美 同时也让它躋身 整个游戏历史的 一众最高杰作之列 其实数下来 比起感受上和网络讨论里的游戏荒 今年其实还是有不少值得一玩的游戏的 甚至还有一些 因为游戏类型我不太擅长 就没有提到 比如罪恶装备 今年不如去年 有那么多像洞森 赛国宏2077那样一呼百应的流行游戏 疫情对动辄百人的大生产公司的影响 比对食人不到的小团队的影响要大得多 所以我发现的很多精彩的游戏 都是这样的独立游戏 在某一个更具体的小类别里 做得非常优秀 我也就把它们都打包在一期视频里 一起讲了 再举几个 比如刚刚发售的脑行员2 是一个小众的地母波顿式动作冒险游戏 时隔16年的续作 首日就加入XGP Switch今年下半年还有Metroid Dread和预定在第三季度的极乐Disco Switch版 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反正没事干 那就继续蹲在家里打游戏呗 如果本期视频里有提到你之前没玩过的游戏 你都看到这里了 不留下个三连 好意思吗 好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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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